贾老 我们刚才见到了 您老 自我介绍一下 好 我叫杨建军 今年71岁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却山铁花的传承人 刚才这个打铁花啊 我们看 真的是这个火花四溅 它的危险度是非常高了 是吗 刚才大家看到了 我们表演的时候都是光膀子 在火海里出入 那大家可想而知 都是血肉之躯啊 老师 我请教一下 光着膀子 它是那个火烫着身上 是有什么防护吗 是会涂那个 它对您的这个秘方绝交 还是很感兴趣 很多观众和您一样 有这种疑问 因为我们身上涂的什么东西 根本没有 我们一看着发光的 都是出的汗 如果涂上涂到什么 切只一千多度 粘刀上面它不会掉 烧得更狠 那您的身上不全是点点了 练的时候 一个是记忆 记忆 它打得越高 越闪越开 它落在身上 落得疼 又有一个导动方式 它就不至于在身上停留很长时间 这个是干嘛的灭火的 是吧 这个 瓢是吗 刚才表演的时候 我们人虽然光着网子 但是头上都顶着一个葫芦瓢 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肝圈帽 现在你们依然在用这个 对 您也受过伤吗 受伤是家常便饭 你看 我这胳膊上 也经常巴巴点点的 都是练习的时候烧的 多少年了还在 我现在才发现到 你看甲老 您给他们一个侧面 全部都是小洞 也被烧了 对 但是甲老人家有个瓢在那儿 您这个头发都 为什么 咱可以割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忘记了以后 它技巧特别多 有最伤药的 有半张姑娘 踹上 再一张票子不离上 你看 我在头上扫的都是吧 首先向两位老艺术家致敬 你们太了不起了 谢谢 我得喊两位一声老大哥了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龙 我们不但看到了龙 我们看到了一条火龙 沸腾 我非常期盼 如果我们的春晚有分会场 很遗憾不能进入主会场 因为它的火 在现场没有办法演出 但是如果是在分会场的 这个空地上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开场的话 哇 两个字 震撼 谢谢老师 我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发烧友 我觉得应该是你们必胜的力量 都留给传统文化 所以向你们致敬 这是一个走遍全世界都难看到的 这样一个绝迹 绝迹 绝意 绝魂 我特别感谢我们这个舞台 能够让他们在这儿绽放 太需要了 你们都是90后 00后 觉得好看吗 是不是 真的是绝魂啊 这些应该让年轻人看到 不看到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国家的这个艺术的博大精深呢 是不是 希望有更多的平台 有这样的节目 让所有的观众能看到 好 谢谢两位艺术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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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